我们这几个讲知识点叫result set 查询封装 那么还是学一个知识点 我们得知道这个知识点能替换掉哪些东西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所谓的查识 那么我们要得到结果的话 是得通过局务变量来做 每查到一个数据把它存放在一个变量里 然后这个变量最后我们是不是打印输出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循环每循环一次 它是不是都要去创建一个 对吗 那各位注意了 这个数据严谨的来说 这是你从数据库里拿到的一些零散的数据 它一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可能会说到 是你看这咋不是关系 一行三个列是不是 对吗 那我们说这一行三个列 这是我们自己感官上的 主观意识上的 那么经过了数据库的组织 我再通过Java的一个查询 那么该数据 其实拿到Java里来 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有规则 有组织的数据了 它现在是什么 零散的单个的值 而我们是不是把它存放在了一个变量里 对吗 那我们说这个变量 各位我能不能传给别的方法 能不能 想一想能不能 就是现在我封装完了 各位这三个面条封装完了 我刮我掉个方法传回去行不行 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但是我们说一个问题 各位就是 我如果拿到的是一个多个的值 你比如说现在 各位我问你 返回的是不是四行三列的数据 是不是 是 那我问你 怎么保存下来 你肯定是存集合力 而且现在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 最后一个值 就是这三个变量的值 对不对 前三个是不是都被替换了 是吗 是不是 是啊 那我们说前三个被替换了 就连最后一个了 这事不严谨 那反过来说说 高呆学呆说了 添加到集合力 行 那我问你 我现在创建一个集合 对吧 然后呢 叫list 等于new every list 好了 各位注意 我们在写集合的时候 有个最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各位可能没有体会到 第一 我问你 我现在存的这个集合的数据 这三个列 你怎么存 你按顺序存 你按顺序 你说代表的那么是零 它是一 它是二 可以 那第二次第二行数据怎么办呀 它是三 它是四 它是五 六七八 九十公宣 凯价 四个二带两王 不行吧 对吧 那你可能会说 哎呀 那 这东西 那就换一个方式呗 对吧 找个对象 那就来问题了 你找个对象 你可不是自己随随便便创建的呀 你说创建一个有个number的 有个name的 有个地址的 好 往里边存 这事是不是也不合适 其实各位注意了 我们在Java当中 学Java的时候 经常听到过一句话 叫什么 万物 这点不够吵 不好意思 万物接对象 那好了各位 我们说 学Java的时候 一个字符上 它也是个对象 对吧 好了 那现在就来个问题了 那如果说万物接对象的话 你数据库当中 读过来的这一行的数据 它应不应该是个对象 应不应该 你比如说 行行行 这太长了 太长了就不好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说 你从数据库 读到的一个数据 你从数据库里拿的东西 到了Java里 那你就要遵循Java的思想 没错吧 好了 那我们说Java思想 这是什么 它是一个对象 一行数据 对吧 好了 双双双 把你的双手离开你的键盘和鼠胶 你在干啥呢 好了 那我们说 既然说要做这样的操作的话 我们就应该把这三个 三个所谓的零散的数据 称之为一个对象 没错吗 这三个数据描述的是不是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啊 编号是什么 地址在哪 名字叫什么 我是不是东西来描述的是一个呀 所以各位注意了 你从数据库里读到的数据 想要拿到Java里来变成一个实体 我告诉你 不应该简单说 老是变成一个对象 完事了 应该给它一个最专业的名字 叫ORM 你不用记得三个单词 你就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什么叫ORM O就是我们知道的object relational 这个叫什么 关系 Mapping呢 映射 那也就是说ORM代表的是 对象的关系什么 映射 什么映射 数据库的和Java的 你一行对应了一个对象 一行对应了一个对象 一行对要一个对象 这是不是才叫应射呀 但是我们说为什么要应射呀 其实就是把你数据库里面 各位 记不记得我们第一天学数据库 都是说过 数据库当中的一行数据 给它称之为叫一个实体 也就是 Entity 记得吗 比如不记得我告诉你自己翻笔记 第一天就已经强调了 数据库当中的一行数据是一个实体 不对 第二天 讲实体完整性的时候说的 对吧 好了 那我们说 它这个实体 对应在Java当中 我们称它为叫实体 类 那好了 实体类有多个名字 什么POJO Domain Entity 是吧 都可以 不重要 只是个名字 只是一个大家 在互联网行业当中 约定俗成的名字 谁建设那个名字就知道 哦 这是个实体 因为Java当中有太多约定俗成了 比如说 类名大写 小写行不行啊 行啊 那为什么还要大写呀 约定俗成 变量名 我能全小写 能全大写 为什么还非要 局务变量 不是局务变量 就是正常的普通变量 小写 然后这个长量 就要大写呢 约定俗成 对吗 各位 所以我们说 既然说你数据库当中 也称它为叫实体 好 那你拿到我家 我当中来 我也把你变成一个实体 但是呢 你数据库给我的是 单个单个的数据 那我做的事情 不就是把你零散的数据 装载成一个体吗 那不就是零散数据的载体吗 对吧 各位 所以下面 我怕有同学不理解 我加了一句大白话 啥叫大白话呢 就是 不是我们东北那个教师 就是 谁能说啊 就是 最通俗一种的话 在应用开发中 我们从数据库查询出的结果集 谁 ResultSight 一般都需要取得其中的数据 然后存放到一个实体对象中 那取数据各位 我们是不是写了叫 GET XXX GET Int GET Stream GET Java GET Data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存放到 Sight Sight 是不是叫 就是 我们说一个对象 有GET Sight 的方法 Sight 是不是复制 好 一个实体对象当中 而这个对象有个统称叫 Intity 好了 干嘛呢 进一步的处理需要 换句话说 各位 我要实现持久化存储 我就要进一步的这样去做了 好了 那么常用呢 也就是说 最容易理解的方式 就是从ResultSight 中GET 到相应的字段之后 调用实体对象 其实应该 实体对象的 对应的 属性的 什么 Sight 方法 把值 保存在实体 对象中 那好了 各位 话说至此 我们就得考虑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我问你 Depth Number 还是DName 还是Lock 也好 它是不是描述的是 一行数据 而这一行数据 它是不是属于一张表 这个表叫什么 是不是叫Depth 对吗 那我要做的事情 很简单 既然说要映射 不能在这种零散的数据了 那我就需要创建一个包 因为你记住了各位 二阶段开始 你就往死了分包吧 明天讲DEO 今天讲DEO 然后明天讲三层 然后下下周讲MVC 我告诉你全是包 玩去吧 那这个包 我写的最明显的 叫entity 行吗 可以吗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好 然后呢 我创建一个类 这个类呢 各位 现在你就记住了 约定俗成 建议你的实体类的名字 和你的表明一致 但是这个一致 你还要遵循 Java当中的语法规则 类名 手字母 大喜 对吧 好了 然后呢 你创建类 以前我们学了 学了封装 学了继承 学了多态以后 我们就知道 创建一个类 需要干嘛呀 写它的属性 属性是什么 就是这三个 没毛病吗 好 第一个是谁呀 Depter Number 第二个呢 Stream 第一 Name 你可能会说 老师那你看 这明明是俩单词 为啥第二个 这么不大写呢 还是那句话 你现在在做ORM 你要希望的是 这个类 代表的就是 数据固当中那张表 你这里边属性 代表就是那张表里边的 那三个列名 对吗 好了 然后呢 Private Stream Lock 好了 加啥呀 Get Set 无餐 有餐 以及 ToStream 好了 那快速一点吧 好 写完了 好 说一下啊 快捷键是 Out 加 Insert 快捷键是Out 加Insert 这不是不是都有吗 Constructor 构导方法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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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 Ecos Hash Code 还有谁 ToStream Overwrite Messers Decollegate Messers Chest Jetson Format Tope Right 这不都有啊 那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不是就这些要常用的啊 好 封装完了以后各位 没什么多说的 那我问你各位 哎呀 我以前用那个头戴是那个习惯 以前头戴是我还能溜的讲课 现在不能了 你说这玩意儿拔了 就没事了 是吧 然后无限的吧 三五晚咱也来不起 工资也不给报 是吧 好了 那我们今天说一个问题各位 这叫十九万存储吗 这叫十九万存储吗 不叫吧 你穿成对象 对象在虚拟机里 虚拟机会有垃圾回收 是不是就一会儿就没了 好了 那还记不记得我们要实践十九万存储 要干什么事 是不是得变成序列化 然后通过object output stream.write object 是不是写出去啊 那就实现一个接口啊 怎样 Aimovlements Surveyor Surveyor Lisable 是不是他呀 只是个标志 标识 对不对 好了 办事了 办事了 啊 咋了 给他一个UID 不用给 无所谓 咱现在又 咱现在又不是真实就话存储 咱就只是说这个例子 你要想写的话 你是不是得给他那个UID啊 可以 呃 叫什么来呢 Surveyor 哎 哎 这个怎么不给我了呢 那能够加 一 放到加Enter 没有了 你再放到那个CeruleValue 哎 完了 咱们不给我了呢 是这个吗 不是算了不重要 想起来再说 不重要这个 先不加先不加 我忘了 哎 突然也猛头了 我太长时间没交易阶段了 隔了好几个月了 忘了 Sorry 但是不重要 对吧 好了 那我们说这个东西 你有了对象 类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创建对象 那各位 我们回到这个 这段代码里面 可能有点多 我们先思想这样一个问题 你每查到的一行数据 这三个列 是不是都对应着我 那个类里面的三个属性 那我拿到这三个 所谓的什么 debt number dename lock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面 创建一个对象 就叫debt等于new debt 然后呢 debt去怎么样 set set debt number 传一个debt number 以及debt.set dename 再传一个debt dename 是不是都是你上次获得的 是不是 下面叫什么 创 注意啊 叫创建实体映射对象 然后把 或者叫读取到的数据库的 零散数据 封装在实体 对象 属性里 这话够不够 能理解吗 不理解就说 你看我哪块 哪块你不理解 你说 你看你都不说 给我个回馈 对吧 你回调函数啊 兄弟们 就是我调side的方法 给里边存值 那我这个对象 此时此刻 是不是存的是一行数据的 打印一下嘛 我是不是重写他的 这个 我重写他图死证了 不用盖他了 图死证我都重写了 他不就直接打印了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右键运行 哎呀 高健 你真的 咱俩不会是本家人的 太贴心了 那各位 看这 这个 也叫数据 没错吗 刚才我们拿那个 int double 死证 然后直接输出的 是不是也叫数据 对吧 但是 这两个数据的 生命周期一样 我们说局部 那生命周期 什么时候死亡 包含他的代码块结束 方法结束 对不对 好 那我问你 这个方法 我程序执行完了 局部员那是不是就没了 那我们刚才 拿到那些所谓的 int 直接输出的数据 那是不是仅仅是已经做个显示 那个数据 其实已经消失了 对吗 但是现在呢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数据 它是个对象 那么对象 不是因为程序 终止而死亡 对不对 他是不是还存着呢 那对呀 他还存着呢 那存着呢 各位 我明明可以通过 threatable 把它写出去 当成一个文件 是不是就能实现一句话 叫做持久化存储 对吧 好了 那各位 我问你 你现在查到的是几个对象 四个 没错吧 而且这里边是不是每一次都拗了一个新的 可不可以 可以呀 那当然有同学说 老师你看这size的这三个方法 不太理解 那我告诉你 各位 这三个 你是不是可以通过够多方法 直接复制 是吧 但为啥我不这么做呢 明明有个更简单的 你老师 你就直接size number D name 还有一个lock 这太简单了 你干嘛呀 三行还在写 我告诉你各位 原因很简单 什么叫硬设 硬设是不是叫做 一个叫取 一个叫付 你如果通过够的话 给的话 那就是一个是get 但是你没set 明白我下意思吗 就是你把这个给我理解 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 写就让大家知道 get 我再从数据库拿 size 我再往对象里去付 去付 而你通过够多方法 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 那样的话 你就不理解 到底什么叫硬设了 什么叫硬设 取和付 它是一体的 对 我要的是体现 你说老师 那一会我练习 能不能不这么写 可以 你那时候 你去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 没毛病 但是 我还是那句话 各位 这个你得知道 不然的话 当初学封装 为什么叫做 属性私有化 还要提供公共的 get side的方法 我一个够的方法 就能干的事 凭啥给我 get side的 对吧 凭啥 你可能会说 老师 那属性的私有化 get的方法 我能理解 必须得通过 get的才能拿到值 那side我觉得 没啥意义 我够的方法能付 对吧 但是 对呀 我修改不了 一个单独的值 够的方法 是不是不能修改 我只能通过谁 side 明白了吗 我希望大家去体会一下 这种感觉 真的是面阳对象 变成思想 我告诉你 他不是说一句话 老师我学渣了 我就是面阳对象 变成思想 你没对象 你变什么成 对吧 什么面阳对象 变成思想 你连对象都没有 你变什么成 是吧 这是当年我学习的时候 就一句话 是吧 所以那时候 我们为了学会 面阳对象变成 天天找对象 好了 扭一个 那你要扭的话 那我就扭一个 三平平五 是这意思吗 好了 那各位 到这一步为止 我们查询的封装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了 对吧 好了 那当然 这里边代码 我可能给的不是特别的 我拿这个例子 拿的是EMP表的 是不是有点多呀 但是我觉得各位 下午练习的时候 你练完代识的这张表 你去练谁 EMP OK吧 好了 那么同样 各位 我们还可以多说一句 就是如果说 我查询到的是多个 那我要把这个对象 传给另外一个方法 我是不是应该 把它四个打包啊 打包怎么打包 是不是每封装一个 放集合的一个 每封装一个 放集合的一个 对吧 那我应该做的事情 不就是 把上面这个 例子的拿下来 干嘛呀 类似的点 爱的爱的 爱的谁呀 对吧 而且既然我们学了集合 那么集合 我们说了 既然创建了 就一定要指定什么 犯行 存的是 是不是这样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代码就在一步一步 逐渐的完善 更新迭代呀 对吧 好了 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你拿到了个集合 集合传给别人 人家是不是就能用了 没错吧 嗯 perfect 这就是我们上午 两大部分内容走的 工具类封装两种方式 以及查询的封装 好吧 那当然 下午你练完之后 我会在 极短的时间内 我们再 我再写一个demo 就是把 EMP的查询的封装 讲 OK 行吗 嗯 好